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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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親愛的電視劇前面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歡迎大家再一次的 來觀賞雅各會客室的節目 我是楊麗仙 雅各科技的總經理 今天我們再次的請到 盧德瑞 盧董事長 來到節目的當中 我們繼續要來探索他 從上一集裡面跟我們分享 當他人生遇到了 這麼大的挑戰 恐慌症 化石金症 他做也不是 睡也不是 躺也不是 行也不是 但是 他的生命遇到很大的挑戰 他整個家庭事業都破裂了 他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怎麼面對未來呢 可是這一次我們邀請他的時候 他說 我當然要去做見證 因為這是他人生裡面 從來沒過 遇到過的困難 那他要跟大家分享 他是怎麼樣走出這個困境 我們把以下的時間 再一次的交給 宋文山 宋理事長 來為我們訪問他 首先我們再邀請雅各進拜船 為我們帶來美好的詩歌 請 到此道 請 retrouver 彩liśmy 聖誦 彩祖 祂自想 依止宽恕 思理无我 是我的自由 那空分不久 是我的救济堂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去怕 我甚至当 祂长断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祂活着 神才爱子 祂自想 依止宽恕 祂自想 依止宽恕 祂自使用 依止宽恕 祂自想 依止宽恕 祂自主席 神才爱子 祂自作词 依止宽恕 祂自使用 依止宽恕 祂自私 依止宽恕 不再去怕 我甚至到 祂将冠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祂活着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去怕 我甚至到 祂将冠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祂活着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祂活着 好 谢谢秦拜团给我们一首 那对上帝的质疑 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段 这样的一个路程 对上帝的失望 对上帝的犹疑 都是在所难免 那也有怨恨 只问神 跟神吵架说 我做的不够多吗 你叫我做的 你感动我的 我都去做 连很多 别人的伤势 穷人的伤势 我也去管 但是我今天 为什么会面临到人生的最苦处 一下子我变成独居老人 本来有老婆有小孩 忽然间 本来我有很多的朋友 忽然间都没有了 我不敢打电话去找朋友 怕被朋友笑 我也不敢去教会 因为教会的牧师 还有弟兄姐妹 他们用他们关爱的眼光来看我 我觉得都是一种很讽刺 所以我只能躲起来 后来在我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偷偷的搬家 从台中我搬到大甲去 那照顾我的朋友不让我走 他说你一个人去住在大甲的话 没有人照顾 我说没有问题 我有上帝照顾 所以我记得我 我去大甲的时候是早上五点半 我自己偷偷开这车子 偷溜的 那在高速公路我来回了三遍 我忘记录了 开过了交流道再绕回来 绕回来台中 然后再绕过去 我这样来回绕了三次 那个表示说我的脑袋不清楚 那我在大甲住了两年 那这两年当中有 我有一个老师帮我针灸 他带我去爬火焰山 他带我爬了几天之后 他鼓励我自己一个人爬 那因为晚上睡不着 所以天还没亮大概四点多 一片漆黑的时候我就去爬火焰山 那爬火焰山满身大汗 然后也心惊胆跳 因为那是一个岩石森林 那后来有人 有邻居告诉我火焰山太危险 你倒不如在社区走路 所以我也是早上两三点睡不着之后 就起来走社区的这个中庭 走了没有多久 大概就被邻居抗议 说我吵到他们的睡眠 半夜我睡觉在那边走路 对 是 不让我走 他说你要走要等天亮 那我不走中庭 我就去走外面的大马路 可是大马路摩托车货车很多 很危险 那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走投无路 我一直问神怎么办 怎么办 那 我看到有 有邻居带着一只狗 竹棍子 往那个高速公路的家楼道下去 那我就提起勇气说 我跟你去好不好 我的认为是他要去练功 结果不是 他那只棍子是要打狗的 打野狗的 也是 凌晨的时候 对 是 他们去 都是去运动的 天还没亮 是 可是这位邻居呢 他走路非常快 我跟不上 我要连跑带滚的 好不容易追上的 他又走远了 所以我永远追不上 那 那 这个邻居 他一直鼓励我 说你慢慢走 我会再回头来找我 离了很远 他就回来带我 这样 他这样带我了一两个月 这样 那 附近的那个运动的朋友 都叫他高铁的 高铁的 他走路非常快 像高铁一样快 后来 人家也叫我 叫我普悠 因为我的速度有更快 有稍微更上 对 那我们每天走一万八千步 那是一个蛮长的路程 大概两个半小时 是 那 这中间完全没有休息 没有上厕所 没有喝水 完全没有 因为我在休息 在上厕所 我就找不到他了 是 高台中啊 那我刚刚听到 听到有上说 因他还活着这首歌 就是有一天 有一天早上 我自己起来走的时候 那天心情不好 很想死 不知道要怎么死 忽然间我的手机 就浮现出这首歌 因他还活着 那个对我的心情是震撼很大 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 忽然间那个三天半夜 大清早我听到这首歌 在我心情很低沉的时候 我感觉到是圣灵在安慰我 在对你说话 对 那从那个过程里面 我开始行走祷告 我从此我每天就做大概将近两个小时的行走祷告 就是走路然后跟上帝祷告 对 那我们走路的运动是经过 大脚的交流到下面的一个 一个田中央跟一片浑墓 从浑墓中间走过去 还有这中间还有野狗 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或是下雨 风雨无阻 是 每一天这样走 对 每天这样走 那每天祷告 祷告了 祖祷文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然后又一遍跟上帝吵架 说这种日子怎么过 我是你儿子 人家都笑我 信上帝信上帝 信到枯了 那我知道我不可以轻易放弃 因为神告诉我 我必不宜弃你 所以这个东西里面 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个行走祷告 神陪伴我 有一次在 有一次在 走在浑墓的中间的时候 室下都没有人 没有路灯 我正心里面很恐慌的时候 忽然间后面有一个声音 那你今天怎么只有一个人 就在浑墓这边 对 我的邻居 那真的蛮可怕的 对 那看到后面一个人穿 就是戴帽子穿雨衣的人 是 那因为天黑看不到他的脸 就那个高铁 我也不认识他 不是另外 另外的人 但是他陪着我走路 走过那个浑墓那一段 是 然后他 墓墓过了以后 他就转走了 是 那个当下我就 哈利路亚说 神灯恩待我 所以你到现在知道 那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 是 就突然有个人陪你走过这一段 对 因为在那边运动走路的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不然就是身体有病的 是 晚上睡不早的 睡不早的 对 但是我的 我的忧郁症 我的这个小脑萎缩病 是从那个当下 上帝治疗我 把我带出来的 是 因为我走了两个月 我就把所有的西药都停掉了 是 我不再吃药了 是 从那时候到现在 多久的时间 去年的五月份 是 是 其实也快一年了 对 是 而且我看 如果整个身体的状况 还有整个的那个 也没有帕金森跟其他的症状 现在我的 现在我的元气 很凶悍的 讲话有声 丹田有烂 丹田有烂 算是脾气很坏 会骂人的 所以有元气回来了 因为我知道神 神治治疗我了 他让我 让我重新活过来 是 所以 这个当下 我知道 我还有其他的任务要做 是 因为神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 是 如果在这个走路每一天 大概四十分钟 那个 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 就一万八千步这样 对 那你跟神这样祷告对话 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神的一些回应 还是你在这个祷告里面 我们要祷告两个多小时 都祷告些什么这样子 祷告第一个 要为我的 我的家人祷告 是 为我的爸爸妈妈在天堂 他们的灵魂求神照顾他们 是 那为 为我的朋友 那些不理我的 或是遗弃我的朋友 是 祷告 那为我的仇人 为我的敌人 是 因为这是 上帝给我们的教训 叫我们要在仇人面前摆设宴 是 我把自己摆下 因为这种 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经历过很多的能演 因为 因为 就像 我走投无路 我一个人 除夕夜 我不知道去哪里 是 去本人家 过守夜也很奇怪 我受不了那种气氛 那我在家里一个人 过除夕夜 那更悲惨 是 我只能睡觉 是 但是又睡不着 那怎么办 是 是这样的 所以 那时候才深深体会到 孤独 寂寞 那 非常的盼望 有个朋友 有个人可以跟我聊天 是 即使都不用讲话 坐我旁边也可以 是 是 所以我最常去的就是全家 或是Seven 陪他们开门 陪他们关门 是 所以全家真的就是你家 对 真的是我家 是 像卢哥 除了就是 你在走路的当中 开始感受到神 医治的 开始医治你 对 我看如今 我们在访问当中 相信大家 借着这个荧幕 也看得出来 卢哥的整个气色 各方面是相当好的 那卢哥自己还有 自己因为你爱读书 听说你后来也研究了很多 包括自己保养 自己做一些调理的一些动作 那 您有跟我们介绍说 有一些可以帮助自己 一些穴道按摩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让他略知一略 可以保养自己的一些 整个身体 脑部各方面 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比如说我们的手 手痠 手麻 手痛 或是去拍打他 可是我生病的是脑袋 我脑袋头痛 或是头很不舒服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只能这样拍打 但是我又怕把头打破了 本来就在嗷 越怕越嗷 所以我去买书来研究 打这个脑袋到底会不会伤到脑 是 因为答案是说脑袋有头可保护的 所以你敲打它是没有问题的 是 你前前后后打 当然 头痛有六种 头痛不能只是去买个头痛药 你把它吃了以后呢 等药效退了 头又开始痛了 头痛它有它的原因 为什么头痛 比如说我们的百胃痛是肝痛 是你的肝筋阻塞 所以你必须打打肝筋 肝筋在哪里 所以你要去上网去找 人体有14经络 有12个经络 那你去找经络到底在哪里 大概是在两只腿的内侧 就这样拍打 那甚至说太阳蟹很痛 我们人常常会太阳蟹痛 会臭痛 臭痛你可以拍打它也可以 但是最直接的就是打两边的胆筋 在两只大腿旁边 那当然这个前额痛就是胃筋 胃筋阻塞 我们中医讲嘛 痛则不痛痛则不通 只要痛了它就不会痛 不痛当然它会痛啊 既然会痛你就拍打它嘛 怕不死啦 哪不死 那最近我又发现到一个更好的东西 我去那个百货公司的地下商场 去买了一个按摩器 这个才200块 我随时待在身边 那我有头痛 我有头晕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这样自己按摩 这个非常方便不用去按摩店 是 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挂号的 随时可以弄 因为我们人 连过半百的人都有三大风险 第二脑中风 第二心肌梗塞 第三个小脑痴呆症 摆在你的面前 这三大危机 你怎么处理 这其实是可以学习的 不要靠医生 你靠医生的话 这个 你可能还不济疾 像刚刚讲的说脑袋痛 因为我小脑萎缩 所以我就去找答案 找书 找网路上的资料 我发现到用这个关节 就按我们的耳朵后面的骨头 这样给它按摩 用力按 让它每天有空的时候 你就给它按摩 你找不到正确的位置没有关系 只要你一摸 你按有点痛点痛感 你就继续按 这样会直接按摩到你的小脑 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谢谢 卢哥 我觉得上帝创造人体很奇妙 当然 我们有一些需要借助医生诊断 但是神好像也给我们很多 自己可以去做一些些的养生 按摩 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 让你自己的身体可以健康的方法 我想要问卢哥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第一次因为事业失败 认识的这位上帝 然后也服侍他 第二次你因为你身体的这样的病痛 这两次的上帝对你来讲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不一样的体会 其实在我的感觉都一样 是 因为神老是欺负我 神老是欺负你 所以我每次都要跟他吵架 是 到底要怎么样 你要放过我 你到底想要怎样就对了 是 当然这中间里面我一直跟神说 我愿意谦卑 我愿意感恩 是 我愿意顺服 对 这中间里面当然我们就做一个乖宝宝 乖乖的神的儿女 是 像今天 这个前两天 董事长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说 说他需要一个人做见证 我马上举手 我 是 我愿意 我要 我答应完之后我马上后悔 是 为什么后悔 因为 见证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负担 是 把我自己摆在众人面前 第一个很丢脸 第二个 他不是一个荣耀的事情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考验 当然我知道神 他要在赏识 赐福给我 要给我更多 是 当然 要给我什么 我也不知道 对 但是 我只知道我必须要谦卑 我必须要感恩 是 是 这个圣经说 神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刚强 那个刚刚卢哥讲的那些养生 将来他出书的时候会写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 最后有一个蛮神奇的事情 我觉得卢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 在我们上集访问说卢哥因为 那时候觉得自己反正快要死了 所以 就 财产都给亲人了 全部都放弃掉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大概想说也快要死掉了 结果事情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就要继续活下去 所以 就需要有一个工作 听说你帮上帝开了一个很严苛的工作条件 因为 我已经68岁了 我要 我要去哪里找工作 谁要请我这个老头子 是 尤其是我做过 做过老板的人 应该没有人愿意请我的 没错 我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给我一个赚钱的机会 第一个 不要 不要有资金的 不用出资金 因为我现在没有钱 是 那不要租办公室 也不要租办公室 租办公室我还要装修 还要装潢 我生意做好的 他可能房东要涨价了 是 第三个 我不要请员工 也不请员工 因为请员工我要给他钱 我还要管他 是 员工要不要做事还是个问题 对 那最重要不要亏损 这样还不要亏损 对 因为我亏损不起 是 那凭我的能力 我做多少领多少 做多少领多少 我跟上帝做了这个祷告 求上帝给我一个赚钱的机会 是 当然这个机会 好像是开玩笑 其实我很当真 因为我没有录了 是 那 在去年的 去年的大概11月份 我有个同学问我 有一家公司没有董事长 你要不要去当 是 那我问他说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董事长 他回答我一句话 不懂事的人 不懂事的人 可以来当这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我也冲着他这句话说 好 是 我去当董事长 那 我现在有一个办公室 在台中市的七期 我不用缴房租 不用缴房租 不用缴管理会 不用缴水电会 对 因为都有人缴了 那也不用请员工 对 我也不用打卡 也不用打卡 我只要把我的业务 把我的业绩做好 做多少领多少 对 然后是挂董事长的名字 对 神真的很奇妙 在这件事上 所以神给我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我深深感受上帝的恩典和祈大 是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常常会发生 是 只要你相信神 这是我切身的经历 当然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 我的见证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欢迎你来台中找我 来我们公司走一走 是 谢谢卢哥 我想在卢哥的各种经历里面 身体的病痛 其实是大部分人都难以忍受的 尤其这么严重的一些疾病 精神上的折磨 但是神真的透过很多很奇妙的方法 那我想卢哥跟大家分享的 上帝还是同一个上帝 上帝也向他施展慈爱 不断的让他经历高山低谷 我想这个都是神应该有预备 要让你这个将来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 神今天有预备的 是 因为我今天来五点多来这边 开车来这边 我绕了一圈都找不到停车位置 是 大街小巷都找不到 是 忽然间走到 再捞一圈 第二圈看到教会的门口 是 路边的第一个位置 空着等着我 是 神为我预备 是 感谢主 我想真的很丰富的一个见证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体会 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立先 杨姐 各位朋友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 我人生当中第三次访问 卢德瑞 卢大哥 卢德瑞 每一次就是一个高山 一个低谷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困难跟挑战 他这次来之前 他跟我分享了一个经节 我也练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 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 写着说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令 他自己也说 这样子的一个小脑痴呆症 这样子的孤独 这样子的困苦 这样子的跟神说 主啊 为什么你这样子苦待我呢 这样子跟神抱怨 可是上帝亲自出手帮助他 上帝让人来帮助他 陪伴他一天走一万八千步 两个半小时 每天这样子行走 可是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他脱离了所有药物的限制 他拥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 所以他自己说 他觉得神还为他开道路 在未来的人生当中 或许第四次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 有新的经历来跟我们分享 可是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他的故事只是一个题材 他乐意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他说在他的生命中 无论何种高山地谷 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经历了 耶稣是真的这件事情 耶稣在他的生命中 是他的主 是帮助他的神 朋友们如果你有困难 请你也打开你的心门 给你自己也给耶稣一个机会 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 成为帮助你的神 我们欢迎大家在家里附近的教会 找一个教会 好好的去 去那里做礼拜 打开尝试打开圣经 给耶稣基督一个机会 成为你人生的祝福 谢谢大家 我们要跟你道晚安 希望下个礼拜三的晚上 欢迎大家再回到 雅各会客室的节目 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共享 每个人人生的精彩的片段 祝福大家 晚安 晚安 谢谢路哥 谢谢杨姐 谢谢 请不吝点赞